我 陳秋金 顏銘 陳永衛 在日盛證件投資 活售股票100張 及現金800萬元 因 開戶資料 遭日盛證件偽造 為總務課長 陳小舟及營業員 陳藝堅家的地址 至 活售股票100張以上 及現金800萬元 被日盛證件全部 並吞吃光 日盛證件 還我股票現金來 有關 國售股票100張 之情形描述如想 77年 我把 國售股票送到 日盛轉交及保 國售 提醒我81年 追前手有 100張股票 83年 我陳永衛身份證字號 N2012 87050 有100張股票 可是台灣 證件交易所 卻說 卻說我畢生在日盛證件 代號1161 只有一筆 一筆大雅之交易 台灣吉保中心 說我只有一筆股票交易 但是 2015年9月10號 日盛證件卻說 很多朋友 在他們公司 14筆股票交易 也就是日盛 台灣證件交易所 吉保中心 三方面 對我的股票 都有所隱瞞 事實上 我在日盛證件 之股票交易沒有100筆 也有300筆 我的國售股票 至少有 100張即現金800萬 全日盛證件 偽造我的開戶資料 聯絡地址 為總務課長 陳小舟 及延宴 陳立堅加支地址 導致我的股票即現金800萬 被日盛證件全部併吞 吃光日盛證件 還我股票即現金800萬 來